之前貴州貿易化營起的 股第一季有望多賺大約是一成九 當然因為疫口復償 內地消費力可能馬上很久就爆發 是不是對這些白種行業都有利呢 相對上都會是 我想都會留意 如果你說這一隻股販 在2021年來看的時候 那個經營進來的增長是去到97% 至於是去到2022年的時候 就稍微損失一些 下降的單位數字大概是9% 落差比較大的時候 應該就是因為去年那個 防疫的措施都比較嚴格的時候 其實都影響了走業的表現 但是今年已經是 那些防疫的措施都放鬆得七七八八 也都是大家對於復償有一個的衝勁 所以相信喜慶方面也都比較多一些的時候 就憑著一個低基數的效應 變成今年那個營利表現 其實我自己看是有機會 可以去到糧食或以上的一個的增長 這個都是利好它的前景發展的 好 那究竟珍酒里道在內地的表現是怎樣 如果看2021年 國伯酒業如果按收入去分 五大民營企業 其實珍酒里道就排第四位 如果是國內所有頭十五大公司 珍酒里道就排第十四 至於產品賣多少錢 百幾二百元人民幣一支 超過二千元的都有 品牌有四個 叫珍酒 里道 商教 開口笑 去年收入升了15%左右 去到超過58億 但是順利要未跌的 賺10億左右 為什麼會未跌呢 因為銷售和經銷開支 和行政費多了 還有一些叫公運值變動的影響 如果根據聶Sir的招股價的定價 如果看了這些基本數之後 算不算定得貴呢 當然如果單去看九個多 十個多這些位置 去定價的時候 那個感覺上 就不算是很便宜 再加上如果看那個 阿媽錢的表現 暫時就一倍都不到 一個未觸額的狀況 似乎大家會覺得 好像是一般的狀況 但是也需要留意 真酒利道上市的時候 那個市值大概是350億到420億的港幣 港股沒有一個可以比較的 但是反而用A股去看的時候 有兩種市值差不多 一種叫做口指教 另一種叫做水井坊 按市場率來看的時候 就是4.2倍和超過10倍的狀況 但是真酒利道 如果按照照股書 用有型資產的淨值去計算的時候 計算是大概3.8倍到4.1倍的位置 計算對比方的招股價 比率來說都是2.8倍到3.1倍 所以跟D股比較的時候 其實都有一個落差在 所以我就覺得 那個超過價定位相對上都是吸引的 好 雖然成本一直在升 但是它的毛利率 這兩年都有改善有提升 去到大概55%左右 就這樣看那些好像很厲害 但問題是你對比別人 它就不厲害了 譬如貴州茅台超過9成的毛利率 五糧亦都超過7成 剛才你說可以直接比較的 可能是口指教和水政方 他們都有7、8成的毛利率 其實是差一折的 為什麼它的毛利率 其實做不到別人這麼高呢 是不是在產品的總合方面 其實沒有別人的毛利率高 或者高端的產品還沒夠多呢 還有它的成本控制 是不是沒有人做得這麼好呢 聶Sir 南元智英想 暫時來說沿 lum啦 因為這種因素會有一個影響 今年按過收入分部的時候 即四大品牌 酇酒會占最多 上年收入大概是占65% 其他那三隻就大概是佔35%的狀況 剛才Candy也有說過 珍酒可能會成為一個新的潮流 但是它要去煉製的時候 其實都是技術上的難度會比較高一點 可能令到那個生產成本方面 就會有一個影響在 所以我想它接下來的生意策略 那個定位短期來說 未必可以令到利養率會有一個顯著的提升 反而可能就要靠以那個銷量去帶動的時候 希望對於那個業績來說 就會拉近和其他競爭對手的差距 好 它就發行4億5千萬股 招股價就是10.78元 去到12.98元 200股一手 入場費就2600多元 另外集資最多大約是64億 暫時來說就是今年集資最多的股份 除了看了這個基本人士 我剛剛都分析了很多 無論你說它的無利率 它去年的業績表現 接下來的前景怎麼樣 那麼聶Sir 能否值得抽這隻股份呢 如果抽了其實你猜到上市之後 那個爆發前面的會有多大呢 如果按照剛才的視像率來分析定位 它對應同業來說 是屬於一個比較偏低的狀況 所以在那個招股價是有一定的競爭力 但是以現時來說 都不是很多的新股上市 所以其實新股的投資氣氛 都是稍微弱一些 另外也要去留意 它4億9千萬股那個招股規模的時候 都是相對上偏大的 很多時候一些比較規模小的股份 那個招股規模的比例上來說 都是說的是1億股而已 所以就以這個數來看的時候 相信在上市初期的時候 有機會街貨分佈會比較上去分散一些 或者從另一個角度去看的時候 有可能會有比較多的散戶 來參與交易這一隻的股份 那散戶參與 都很視乎那個大股的投資氣氛 如果在上市初期的時候 行之表現是長旺的 譬如去到21,000點上馬虎會更高 當然對於它的股價表現 是會比較上理想一些 但是與現時 都是一個橫行的格局 甚至有機會下市2萬點 這個有一個的可能性在這裡 不排除有一個跌破招股價格 就是上市價的風劍 可能暫時去看的時候 如果是一個比較差的狀況 可能會是上市初期 是會給上市價低10-15% 都有這個可能性在這裡 變成就不建議用孖錢來抽 傾向上來說 可能都是用現金來抽就比較安全一些 另外一個方面去看的時候 這個股份就是以一個短線的爆發力來看 可能就未必會那麼高 就算市況暢旺的時候 可能都是比起它的上市價 就高一成左右 比如可能大概10元左右上市 大概去到11元 去到11個半之間 有機會已經有阻力了 所以傾向營透的投資者 可能考慮作為一個中長線的投資 看好白酒的發展前景來去營透 我覺得就會比較適合一些